来开节目 台北慈悸医院长期以来关怀年长入市居民 在2017年申请长照服务资格审查通过后 积极筹备 在今天举行长照服务部揭牌仪式 将结合医疗与社福 投入新北市52万名高龄长者的照顾服务 我们希望的是说 因为医疗跟健康的概念介入之后 受照顾者他的健康 不只能够维持 他甚至能够进步 进步到什么阶段呢 进步到尽量能够自力生活 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疗跟社福 还有跟志工的这样一个整合模式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模式 能够推广到 不仅是全新北也是全国 为响应长照2.0政策 台北慈悸医院设有A级的社区 整合型服务中心进行个案管理 B级的复合型服务中心 提供居家护理 与居家照顾服务 同时在新店 双合 板桥 三重 卢州 设有5个关怀据点 除了依照政策提供照顾 交通接送 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 及喘息服务等4项服务外 更结合慈激仁义会及慈善制业 提供异氏族群更多协助 我们就会有去了解到他这样一个需求 这个所谓社会资源的需求 那这是我们的慈善就可以进来 那慈善进来之后呢 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慈激的志工 那也会到家里面去关怀去防平 我想最终就是一种人关怀的温度 台北慈激医院的长照体系 将以仁医的慈爱与社区志工的美善 带动长者的健康 倡导全人医疗与健康促进 使高龄生活更有品质 大新闻 王一芬正正龙 台北新店报导